但您关心美与季节的第一波封面报道 水利署赶快把握机会进行地面人造与作业 而目前缺水情况最严重的竹苗地区 包括了竹科等用水大户都已经拟定了应变计划 到时候将会出动大批的运水车到各县市去取水 施作人造与的暖云宴剂 随着火焰飘散到空中 要让云层迅速吸收水汽达到降雨的效果 美与季的第一波封面报道 北区水资源局赶紧把握机会 在水库集水区施作人造与 今年水情不佳导致我们水库缺水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石门水库 以及宝山第二水库上游施作人工造与 看能不能增加一点水库的进水 新竹地区从周日就断断续续飘小雨 但对水库的进账却几乎没有帮助 截至周日上午为止 宝山水库的蓄水率仅剩48.5% 约260万立方公尺 而主要供应逐克用水的宝二水库 蓄水率更是跌破三成 一旦限水工业用水大户逐克园区预估 每天需要有500辆的用水车 这个运水车现在水公司这边还没有告诉我们是到哪里取水 但是如果这个附近地区桃园新竹苗栗甚至于到台中都没有都是限水的话 那显然就要到像桃园以北甚至于到彰化以南 中部以北地区水情不佳 如果再不降雨 5月中旬可能就会进入第二波限水 汽车业也是限水对象之一 不过与业者倒许不担心 我们是还好 因为我们用的是井水 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太大 老天再不下雨 缺水情况最严重的竹苗地区 如果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首当其冲的将是工业等用水大户 到哪找水源 以及怎么节约用水 将是一大挑战 记者人论文新竹报导 其实气象局昨天发布了大雨特报 但是降雨的情况零零落落 一整天下来各地雨量都不到10毫米 而水库的水位早就拉起警报 经济部表示最快在这个月中旬 包括了桃竹苗地区 还有台中跟彰化 可能就要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5月梅雨季报道封面南下 不过全台降雨量还是偏低 一整天下来 全台各地降雨量都不到10毫米 降雨量最多的马祖 只有7.5毫米 台湾本岛最多的南投荷欢山 也只有5.5毫米 降局表示这波封面将在3号晚间 到4号晚间出现比较大的雨量 所以明天晚上到后天这段时间 可能降雨会开始比较明显起来 那到时候可能在北部的降雨 会稍微明显 那中部地区也有一些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 降雨的情况 降局表示这波封面结构 照布完整 预计5月中旬之后 才会有比较长的封面 由于春雨不足 各地水库的水位都已经拉紧爆 水真的不够用 包括桃竹苗和台中彰化 都已经进入黄色警戒的 第一阶段限水 也就是夜间减压供水 如果降雨量再不理想 经济部长石研祥表示 5月中旬就得启动 第二阶段限水 综合判断的话 大概到5月中 到5月中旬 就看这一波跟下一波的 这个降雨情形 要做个综合判断 需要进入第二波的限水 未来如果到第二阶段限水 用水大户像洗车业和游泳职业 都将首当其冲 至于农业 农委会主委陈武雄表示 现在到座已经过了虚水期 农田也灌午休午 影响有限 水并不是完全不供应 它是用所谓的灌溉管理 有的地方是给5天停5天 有的地方是白天给 晚上不给 由于教育不足 经济部目前已经启动 人造雨计划 希望让集水区有充足的雨量 让全台水库都能暂时解渴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阿里山小火车发生意外之后 伤亡的大陆游客家属 分批抵达台湾 今天跟主管单位 召开了第一次协调会 家属对于意外发生之后 医院的医疗照顾表示很感谢 但是对于领馆处指出 车祸原因是自然因素 部分家属跟受伤的路客 无法接受 要求进一步调查清楚 另一方面 检方今天也再度到 出事的现场去勘验 量测之后 发现段落的树干 有将近7公吨重 目前已经列为证物保存 阿里山神木县小火车 遭断裂的声势力击中 发生翻车意外 上午召开第一次协调会 由领悟局 嘉义县政府 移民署 观光局和旅行工会 全联会等单位 进行意外后工作报告 让130多位家属 了解目前进度 会议一开始 出席单位代表 就先向家属鞠躬致歉 路客团对于受伤家属 获得妥善照顾表达感谢 但是对于调查原因 指出是自然因素 家属气愤地表示 无法接受 你要是用具盗窃 盗窃 一旦不盗窃 他们现在什么 推责任 说不该他们的事 不该他们的事 现在他们连人为疏失 这种责任 都还没有来 很肯地来回答 不管是 那个检察官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学者专家的来看 到目前为止 那都没有办法指向 所谓的一个 是说人为操作不当 所造成的结果 这次协调会 还没有讨论到保险赔偿金 但是五名零难入客 确定可以获得 旅客意外责任险赔偿200万 和阿里山入园团体 伤害赔偿410万元 至于有两位零难者家属 希望将大体运回大陆 全联会将再和家属进行协调 按照网惯例的话 而且这个海境海西会的协商 一般都是用火化 对 当然家属有这个期待 但是我们也会跟他们协商 跟他们沟通 此外 外宣传会基于安全顾虑 及交通管制考量 不安排家属上山召魂 将在三号上午 举行联合投期法会 而在同一天 检方也会同专家 前往意外现场 再度勘验 检方表示 断数有将近7吨 现在要厘清 在重力加速下 砸到车子的重量 有多大 树干的部分 现在目前正有检查官扣压 那保存当中 以便这个鉴定会来核算 当时这个倒下的 这个撞击力有多少 另外现场还发现 有一处封口 检方也要厘清 封数是否会对树木 造成影响 而领管处表示 翻车意外后 已经针对神木 找平和珠山线 进行帷幕勘查 只要是枯木 倾斜帷幕 都立即通报砍除 而且不陷在铁龟 五公尺以内 接下来是孟教权 SNG小组 嘉义报道